普京这么频密去北京 即是说现在普京山穷水族 即是普京的俄罗斯 缺钱缺蛋 那缺钱缺蛋 当然是问他 即是后面支持他的国家路 好像北韩、中共和伊朗 即是说普京入侵这个湾南 湾南方面 他现在来说 形势非常之好 非常之好的意思 我说资金方面 美帝供应给湾南六百多亿美元 甚至北国也有供应资金武器 给湾南 重要的 俄罗斯入侵了湾南之后 美帝为首的自由世界 凍结了俄罗斯 几千亿的资产 这几千亿的资产 也都是给湾南的 现在这里来说 打仗是烧钱的 烧钱 湾南来说 它有美国供应给资金 还要有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 充公了俄罗斯资产 那个资金 即是湾南的资金 又很大 很庞大的资金 相对来说 俄罗斯来说 喂 现在来说 真的消耗得很紧要的 想要结束这场战争 最重要的是普京 它一日存在 在这里 基本上这场战争 就会继续的 但是来说 也要后面这个鸡 要顶着普京 你看到现在来说 去到北韩来说 看到这张照片 就是金正恩的妹妹 金与正 那俄媒呢 就引述这个朝中社的报道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妹 副部长金与正说 他说 敌对势力正在散步 有关俄罗斯 即是向俄罗斯出口武器的虚假讯息 这个目的就是误导公众的 这个朝鲜社援引 这个金与正 他说 他就说 我们已经有多次声明 关于朝鲜和俄罗斯之间的武器交易 的说法 是充满不实的观点 和捏造内容的 是荒谬假设 对其进行的评估和评论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金与正这么说 很明显 他见到普京去中共量水 知道普京来说 老实说他都会计算 在北韩向俄罗斯供应武器方面 和俄罗斯划清界线 即是没有 其实没有就骗你了 你想想在前线方面 俄军用你的北韩武器 他都说了 北韩武器的质量非常之差 第二个问题来说 金与正经常都说 没有和俄罗斯供应武器给俄罗斯 老实说 金正恩 他哥哥 对南韩来说 他都说我很厉害 很快就会搞定这个南韩 你搞定这个南韩 最重要的是 你有蛋 还有银两 你论这个银两来说 南韩比你更厉害 经济实力也比北韩更厉害 你想想 你现在常说 你北韩供应武器给俄罗斯 那你的股权 你的蛋药库存 是不是被人计算到 你没杂料的 你没蛋药打的 所以来说 你见到这个普京 去一转 北京来说 看到这幅画面来说 这幅画面 这幅图片 就是塔斯社出的 那这个邵伊古 就跟着普京去北京 那见到这个邵伊古 诺兰将军 真的 在场面来说 这幅相 真的没什么人可以去 这个邵伊古的情况 就和俄罗斯 现在在国际社会上 一模一样被人孤立 唯有得零星星 几个国家 是支持你了 那现在你看到这个 普京 就去 这个北京 也有外国的传媒就说 这个普京呢 继续和这个 这个习近平呢 做一个好的伙伴 甚至说 这个结盟也好 是挑战 美国的主导 就是全球的秩序 挑不挑战到呢 甚至你看回 现在呢 这个普京 去到这个北京 和这个习近平说了些什么呢 他们呢 双方呢 有一个叫做 就是 发表了什么 联合声明 之与处理 这些联合声明 老实说 随时的历史文件 他就说呢 俄罗斯 欢迎这个中国 愿意呢 在这个政治和外交 解决枯难 危机 问题上 发挥 建设性的作用 莫斯科呢 和这个北京呢 指出 需要停止延长 抵兰 敌对 行动 和升级波的冲突措施 那下面来说呢 就是呢 就是说 这个 普京 去北京 最重要的东西了 他就说 俄罗斯呢 和这个中国呢 同意 继续加强 这个能源领域 那个战略伙伴关系 那 那俄罗斯 就说 和这个中共呢 就 譴赏 扣压 外国资产 和这个 财产行怀 并强调呢 会采取一个 叫做 报复的权利 那 之前都说过 这里 就是说 充公了俄罗斯的资产 比较困难 那俄罗斯 现在 是不是真的 没钱 窮啊 那 就窮到呢 老实说 下面来说 一直都是说 有什么 经贸合作啊 有什么 和这个 中共呢 扩大 雙边 那个 贸易啊 和这个 军事 即是 新化这个 军事合作 那个 领域的嘛 扩大演习范围 那 你看看 现在这张照片 来说呢 这个普京呢 真是嘴苗苗 那去到啦 上台呢 即是你那里去说话 去说俄文啊 那我说完俄文之后呢 那 在场有多少人 懂得听俄文啊 那就是我说 中共那些人啊 那要翻译 这些 中共的语言啊 那 普京呢 你看到这张照片 真是很不自然的 真是在那里等他翻译呢 你这个表情来说呢 老实说呢 普京的表情呢 真是啦 他就 他就不理那么多人 他真是老实说 他以前来说 他一向都看不起这些 北韩啊 伊朗啊 中共那些嘛 那现在没办法了 真是跪地起朱那了 你都要去中共啊 这样啦 要 因为你现在 你现在的处境就是 喂 没钱没弹药啊 所以你想想这个 中共北韩 伊朗来说 看着这个普京 你不碰他们都不碰的 大家都是搭同一条船的 那来说啦 看回了 台下呢 你看到这个 就是习近平来说呢 这些这样的片呢 就是俄媒呢 出的 拍了影片呢 你看到习近平的普京呢 在台下坐在旁边呢 都没什么解谈的哦 喂 甚至这个 普京真是大笑啦 哇 真是啦 我现在来到这里 起码呢 就是要抱着这个契弟啊 抱着这个契弟 搶这条拆船啦 那来说呢 你看到这个普京呢 你看到呢 又可以笑 又可以表情呢 真是呢 他喜欢怎样就怎样 隔离那个习近平坐在那里呢 他呢 非常之不自然的 那来说啦 你想想啦 再看回相关的图片啦 甚至看回地图来说啦 你看到啦 就是说呢 这个叫做一寸领土不能少的习近平啦 你看到红色那些呢 多少给了俄罗斯啦 就是我 你想想 他现在不会提这个东西啦 不会提这个东西 最主要这个中俄合作 是不是真的呢 可以抗衡这个美帝呢 甚至你想想喔 旁边有个印度的喔 印度啦 跟这个俄罗斯的关系很好的 那这个印度和这个中共在边界上面呢 有这个叫做冲突的嘛 那打起来 究竟这个俄罗斯会帮这个中共啊 还是帮这个印度来说呢 亦都考起这个俄罗斯的 你想想 一旦呢 没有冲突就好 平平正正 就没问题 但是领土的东西 前线的官兵 顶不住 一打起来呢 那你想想 你这个叫做 你这个叫联盟来说 就散了 所以 你看到美帝那方面呢 就是美国的情况来说呢 那个地理位置呢 是比这个中共的嘛 所以 美国来说呢 那个地理位置 你想想 北边加拿大 基本上半个自己人 下面 南边墨西哥那些 都可以不用理的了 你想想 你想想 只是这边 你看看 中共黏住的地方 印度 緬甸 越南 南海 那些 东海 和日本 那些 你想想 你想想 还有 最主要的问题来说 现在你看到 普京来说 就是 真是 用一个贵地 弃朱那 的情况 这样 接触你中共 问你中共 就是 量水 拿钱 个人意见 独立思考 讲完